有一群美國華裔金融保險專業人士 所創建的非營利組織華人保險理財協會 成立於1986年 歷經29年的開拓和努力 已經廣受保險理財同業的認可和肯定 在慶祝成立29週年的年慶之中 更邀請了加州保險局局長戴慧瓊斯來臨演講 南加華人保險理財協會慶祝成立29週年 於3月21日 在工業市的Pacific Palms Resort 舉行保險同業工商大展的慶祝大會 和盛大的晚宴 有500多位來自社區的同業精英 熱情與會共商聖舉 連續擔任第25、26以及第29屆會長的邱文玲表示 今年晚會節目非常別資精彩絕倫 本年度大會的主題是Vision 並特意邀請加州保險局局長戴慧瓊斯 對保險國際化的機會和挑戰進行演講 並對現今Uber保險的安全問題提出看法 對今次活動大力支持贊助的 加聯太平醫療網董事會主席 沈達朗醫師 也就醫療企業從現在到未來 安排精彩演講 並肯定華人保險理財協會用心和努力付出 健保計劃也是生活規劃的重要一項 民眾需要多加了解 天阿維視記者採訪報導